然后韩国瑜就继续等了 等了之后我们发现 民进党也不来 短短的一个上午的时间 民进党就再度展现了自己 有多荒谬跟有多无耻 韩国瑜说 我们现在来逐条讨论吧 各党都派一个人发言 国民党同意 民众党同意 然后民进党就在归后轨叫 反对反对不发言 韩国瑜说 那我们来政党协商吧 然后韩国瑜就继续等了 等了之后我们发现 民进党也不来 对吧 对 要你讨论不讨论 要你协商 你也不协商 就只会在前面鬼吼鬼叫 好 那现在总算 让你来登记发言 所以民进党在那里讲 不让我们讨论 不让我们发言 鬼扯蛋 柯建民登记发言 那讲的就是什么呢 讲说你们是习近平啊 对啊 卖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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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没有逻辑啊 对啊 直接标签啊 这种卖台在民进党的嘴里 就像万金油一样 就是这腾纳通通都贴万金油 已经没有任何论述能力了 就他没有办法去讨论到说 到底哪一条法案 有哪一个具体的问题 他说不出来 就只能够很笼统的说卖台 只能很笼统的说 你是习近平 就是讲话讲到这个地步 未来这个绿营如果还要相信的话 智商贪忧啊 那未来要不要台北市党选举 然后下一届的这个台北市党 民进党候选的说 大家看清楚 隔壁的不是蒋万南 隔壁是习近平啊 不论在讲怎么卖台 里面所有的版本 大部分的内容都是民进党 2014 2015 2016年 自己所提的国会改革版本 所以如果要卖台的话 不论民进党8年前就在卖台了